之前由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汕头市贸促会主办、美中广东总商会承办的汕头市经贸交流推介会在洛杉矶举办。 此次交流推介会旨在介绍汕头的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寻求经贸合作。 加州上诉委员会委员伍国庆、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林达坚、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河等美国民选官员出席活动。 汕头市李宇副市长代表汕头市政府对应邀前来参加交流推介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他表示,汕头港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建设的15个港口之一,在发展新时期,突出打造4个平台,突出4个重点,把汕头推向世界。 也希望和欢迎在美各界企业家去汕头旅游观光、投资新业。 美中广东总商会会长,中国广东省驻美国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张铁柳表示,汕头市经贸代表团的到访,令人振奋和激动。 这次活动的目的正是发展美中市场,繁荣美中经济,造福美中人民。 希望推介会能为双方的企业家搭建一个合作的平台。 愿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促进两地的经贸交流与经济合作而努力。 广东汕头是全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也是一带一路的15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目前汕头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在打造四大平台,突出4个重点,把汕头推向世界。 也希望赞美的各位企业家到汕头去投资新业。 当地民选官员伍国庆、林达坚、廖清禾为来访的汕头代表团颁发贺壮,并欢迎赞美的企业家到汕头考察和投资创业,积极发展双方的经贸合作与交流。 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到来使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美中市场,繁荣美中经济,造福两国人民。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